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他被送到医院时 身上不满于伤 还抱有严重内出血 已经死亡 不久之后 他的母亲和两个男友被捕 虽然孩子死亡的消息在日本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但有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池田杨里表示 他可以理解为何如此残酷的事情会发生 他平静地说 我没有虐待我的孩子 是因为我很幸运 池田参加了政府的培训课程 帮助他获得了日本最低薪酬的工作岗位之一 老年人看护 日本大多数单身母亲的收入还不到全国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 他们的子女一般比较贫穷 受教育程度低 前途黯淡 成为了社会里的底层阶级 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尽可能多的年轻 高技能劳动力的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即使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 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 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十个国家之一 但财富却没有流向单身母亲 他们之中不到一半的人能获得赡养费 招到工作的概率也很低 在日本从事同样工作的女性比男性的薪资低30% 大约60%的女性世间职工 合同工或临时工 工资低 而且没有福利 尽管日本的总体人口在下降 但根据劳工部的数据 1992年至2016年期间 日本单身母亲的数量增加了50% 大约有71万2000人 日本在持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为56% 是今和组织国家中最高的 其中美国是32% 那些从前配偶处获得赡养费或子女抚养费 或与父母同住的单身家庭是幸运的 大多数单身父母只能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生活在贫困中 当没有钱时 你的选择变得非常有限 52岁的池田说 你必须忍受很多事情 在平安夜的死亡事件中 让人震惊的一点是悲剧竟然发生在纪念市 现年44岁的市长苍田哲郎 有三个儿子 其中最小的也是4岁 他曾努力让这个城市成为全国儿童保护的典范 在儿童上学和去公园的道路上 安装了数百台监控摄像机 并在社会团体的协助下建立数据库 以便及时发现儿童在学校和家中遇到的任何麻烦 但遇害的男孩却没有被监测到 单身母亲低薪兼职工作 育儿难平衡俱悉 日本的公共支出大部分用于保障老年人 原因之一是他们所占的选民比例越来越高 而单身父母的工作前景也较为堪忧 多年的经济停滞 扼杀了日本一度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 现在更多的职位是用低薪 坚持祸和痛制的 这是错误的 池田说 抚养校还是非常困难的 首相安倍晋三曾鼓励女性在育儿与工作中找到平衡 官方数据表明女性劳动 参与率上升 但部分原因是坚持职位数量增加 对于纪念式的单身母亲而言 安倍所说的平衡 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 由于害怕她的前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说 只是过上正常的生活就不错了 她觉得自己处于社会底层 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养活她的孩子 她从事两份兼职工作 当地诊所的接待员和商店职员 她说其他单身母亲工作的更多 负责监督人口变化的部长松山昌思表示 自2012年年底以来 儿童贫困问题在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有所缓解 儿童贫困率从2012年的16.3% 下降至2015的13.9% 单亲家庭从54.6% 下降至50.8% 但松山也承认需要向单亲家庭给予更多的帮助 为照顾念子 政府偷偷援助贫困家庭 大阪府立大学教授山田继子 是政府儿童贫困问题专家小组中的教授 他说没有证据表明政府的政策是造成儿童贫困的原因 因为政府为项目提供资金后没有有效的监督 没有设定需要达成的目标 根据日本东京庆英艺术大学副教授中村木子的说法 由于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儿童贫困问题 严重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未来的发展 在一些地区 慈善机构成为对抗儿童贫困和虐待的主要力量 大和证券集团负责慈善的首席执行官中田成司 在几年前发现 女儿幼儿园的旁边就有一家孤儿院 从那之后 她一直坚持给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圣诞礼物 日本的孤儿院已成为被虐待儿童的避乱所 最初收养儿童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 现在 60%的孩子 是因为被虐待或输于照料 孤儿院里的孩子们 很少拥有光明的前途 18岁时他们不得不离开 只有12%的人上大学 而日本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 为52% 有些有人生目标 但不够努力去实现它们 希望之家 25岁的讲师I McAid说 因为未婚 失业的母亲疏于照料她 McAid在孤儿院长大 她从高盛集团赢得奖学金 得以让她完成大学学业 McAid希望有一天她能结婚并养育自己的孩子 严格的隐私法和讲究门面的社会文化 使得大部分贫困问题很难被发现的 东京市中心的文京区 是东京大学和巨蛋棒球场所在的富人区 政府和当地团体联合项目联合开展一项活动 确定贫困家庭 并秘密地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品 避免邻居们知晓 目前该项目已经发现了七起家庭暴力案件 人们害怕被认定为贫困家庭 空拒增加了他们的压力 文京区区长程泽洪宣说 我们希望以一种封闭的 无形的方式来支持他们 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羞辱 在机面室 随着警车 媒体人员和挂在邮箱上的圣诞啊逐渐消失 人们似乎忘却了曾经的悲剧 但是长苍田哲郎却没有忘记 他发誓永远不会让案件再次发生 这是我为小男孩赎罪的唯一方式 他说 尽管这远远不够 但却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来源 亚太日报